大家好,这里是群星怀,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周玉琴是台湾知名的新闻女主播 她在行业内的影响力相当巨大 不仅拥有毕业于纽约大学的高学历 而且样貌颜值始终在线 深得不少观众的喜爱 早年周玉琴有过一段婚姻 与前夫相守多年 可惜最后还是分道扬镳 离婚后她不依靠任何人 而是靠着自己一个人的努力 将生活过成了想要的样子 如今年过半百的她也收获了新的爱情 从独立的女强人到温柔的小女人 她到底经历了什么 今天便给大家分享主播周玉琴的故事 周玉琴是知名的女主播 生于1970年 如今的她已经52岁了 虽然年龄不小 但她十分优秀 她拥有硕士高学位 而且形象状态保持得非常良好 她的皮肤白嫩 笑容满面 看上去宛如二十几岁的少女 全身上下打扮得十分精致 周玉琴能如此优秀 和她失败的感情有很大的关系 她的第一段婚姻嫁得非常好 老公是有名的财经圈媒体人 曾经主持过各大财经节目 两个人相识后便坠入爱河 不久二人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后来又有了一个女儿 她们的生活过得还算幸福 可最终还是走上离婚这条道路 两个人就此分道扬镳 离婚后的周玉琴 没有像其他女人一样 着急地给自己寻找新的对象 而是开启了新的生活 努力沉淀自己 她不断思考自己 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想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 她给自己做好了 从工作到生活的详细规划 每一天她都让自己过得十分的充实 本来周玉琴以为自己 就要这样孤独终老了 将女儿养大以后 也算是走完了人生 最重要的一段旅程 不料52岁的周玉琴 在年过半百之后 竟然还能够再度遇到新的爱情 迎来了她的第二春 据悉 周玉琴在节目中 与某大学教授赖月谦相遇 赖月谦以时事评论家的身份 出现在周玉琴的节目中 由于南方阅历丰富 相当能干 不仅发表了很多 让周玉琴感到新鲜的观点 还逗得周玉琴哈哈大笑 不知道从何时开始 枯木逢春的周玉琴 竟然觉得自己又重新恋爱了 于是在节目中相处过之后 周玉琴对南方产生了强烈的好感 即使对方已经一把年纪 已经64岁了 而且南方在过去的生活中 也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 或许正因为有着相同的经历 让周玉琴很快就在赖月谦的穷追不舍之下沦陷了 前不久 赖月谦通过影片公开喜讯 一脸幸福晒出婚戒 证实粉丝没有看错 确实有好消息 虽然她没有公布另一半的身份 但是网友很快地就发现 她的新娘子是周玉琴 周玉琴也不藏了 直接大方地在直播节目中认爱 还晒出赖月谦做的爱心便当照片 周玉琴称赞赖月谦懂得付出 懂包容 有耐心 厨艺也很好 一觉醒来 忽然觉得这个世界变了 本来只觉得是私事 没想到那么多人关注 之前 她和赖月谦合作网络节目 《请谦天下事》 忠实观众早就发现 他们之间的互动充满粉红色泡泡 没想到 他们真的决定请谦一生 其实 如果不是网友先发现了赖月谦手上的婚件 他们原本不打算公开 正因为网友弃而不舍地疯狂提问 连大陆的观众和友人都在关心 赖月谦才决定 在直播影片中 秀出戒指 而网友持续追查新娘的身份 又发现周玉琴的手上 也多了一枚同款戒指 这才让两人的好事曝光 二人公开关系之后 周玉琴不惜在节目中 与赖月谦秀恩爱 这也让不少观众都感到不可思议 要知道 周玉琴与赖月谦足足相差了12岁 而且赖月谦已经64岁高龄了 作为一个爷爷级别的人物 还能够找到新的爱情 也的确足够让人刮目相看了 而经常做客 政论节目的资深媒体人罗友智 也大爆当初 赖月谦追求周玉琴的秘心 笑说女方早就深受感动 她在旁边目击整个过程 也开心不已 罗友智表示 赖月谦帮周玉琴准备爱情便当 长达半年 这件事让周玉琴非常感动 至于为何要追这么久 罗友智透露 心思细腻的赖月谦 担心便当只有周玉琴想用的话 在同时间会尴尬 因此办公室里的其他主播 也获得了小甜头 但这个举动 却让周玉琴有点迟疑 不禁猜想 是我独享这份甜蜜吗 不过也正是因为赖月谦的 切而不舍 最终成功地打动了家人的芳心 罗友智还说 经过这段时间的彼此确认 相信两人是真心相守 看着周玉琴 赖月谦半年来爱情萌芽 也非常祝福 并笑说 我不会哭晕的厕所了 了解这件事后 不少网友也纷纷留言恭贺 恋爱中的面相甜滋滋的 赖教授是超级暖男 郎才女貌 家偶天成 圆定三生 深注女人味的男人 超级喜欢秦千佩 二人不论外在内涵 都是绝配 此前 周玉琴在苹果新闻网专访时 不仅大方地谈到 她与赖月谦结婚的关键 也提到两人交换戒指的日期 是8月13日 并秀出圈住彼此的 Tiffany白金对戒 象征爱情永恒不变 为此 两人还特地切蛋糕庆祝 幸福地偿养在爱河中 两人工作在一起 生活也已经在一起 能够幸福的关键在于贴心 周玉琴指出 赖老师的优点真的说不完啊 简单说 她成熟 稳重 负责 真诚 却又不失赤子之心的大男孩 我们有共同的价值观 兴趣相投 我们住在一起了 所以几乎每天都能吃到 她煮的饭菜 她不仅捉住了她的心 也绑架了她的胃 真的是令人称现的天生一对啊 虽然两人一起工作 已经有不短时间 但周玉琴并没有那么容易被感动 直到感情一发不可收拾 她透露 她追我很久 但我希望公司分明 一直保持距离 直到我们聊起工作的事 我想当面沟通 也就应了她的邀约 终于答应跟她吃饭 结果那天就从餐桌一直聊天 聊着聊着就到了河滨公园 只是生活与工作都在一起 会不会容易有摩擦 两人的意见是否会不同 其实私下的他们并不复杂 周一切描述 我们只会偶尔聊聊新闻 更常讨讨的是吃什么东西 还有运动 听音乐 与其轰轰烈烈的恋爱 还不如平平安安 开开心心地过日子 这也是他们二人恋爱的宗旨 不过 蜡月谦比较年长 如果二人有不同的意见 究竟是听谁的 对此周一琴说 我们看情况而定 她说我是领导 我则说听老师的 一个爱妻 一个尊重老公 温暖地融合在一起 而周一琴有个女儿 赖教授也有小孩 问及是否曾听取过 儿女们的意见 周一琴透露 女儿支持我的决定 赖老师的孩子们也支持我们 没有家人的支持 我们是做不到的 两人护许未来后 也得到天时与人和的加持 令人忍不住要祝福他们 一定要幸福啊 二人的爱情也证明了 家人们的支持 才是幸福的源头 近日 周一琴与赖月谦甜蜜合体 接受网友拷问 赖月谦爆料 周一琴当初挑选对象 其实给自己设下了三个原则 包括不能太老 不能是大学教授 以及不能是节目来宾 没想到最后为了赖月谦 将三个原则全部都打破了 所以当周一琴要求要定寝屋时 她乐得很开心 因为这样她就跑不掉了 赖月谦还提到第一次见赵母娘的场景 那天她一身出门倒垃圾的随性打扮 没想到赵母娘看了她好几眼后说 很帅哎 比电视上要帅 而周一琴也透露 赖月谦会记得她的喜好 有时只是随口说了句话 赖月谦就会马上去弄 这也让她倍感窩心 更有趣的是 在直播期间 二人被网友拱亲亲 赖月谦数度在镜头前 想要靠近周一琴 但都被打断 周一琴表示 就靠近一点就好 赖月谦立马回 是 这一行为让周围狂冒粉红泡泡 气氛十分甜蜜 前面提到了 赖月谦之前也有过一段婚姻 据了解 赖月谦在28岁时和前妻 选择共同步入婚姻的殿堂 当时在赖月谦去法国留学之前 两个人就有了大女儿 后来又陆续添了一女一子 一共三个孩子 赖月谦对自己的三个子女都十分满意 之前在一些节目中也会不时地提起他们 虽然赖月谦和妻子离婚了 但她和几个子女的感情还是很好的 2022年2月过年期间 平日里正经危坐的赖教授 看到子女便显露出此幅光环 通过视频与相隔三地的子女视频团圆 互送新年祝福 赖月谦的大女儿赖以林常驻上海 在大企业担任要职 而二女儿赖以杰则在法国巴黎 两位女儿都因瘟疫的原因 无法返家团圆 赖月谦的子女们都期盼瘟疫赶快消散 各地尽快恢复正常的往来 希望明年她们能和周玉琴一起过年 人生苦短 能够找到一个爱自己 自己又爱的人真的不容易 希望周玉琴和赖月谦 能够好好珍惜彼此 未来能够携手走过她们的下半生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祝你每一天都拥有好心情 欢迎在视频下方进行留言 同时大家还可以点点关注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哦 请往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